國民黨總統徵召 人選郭侯之爭 白熱化 主席朱立仁約見郭侯當天深夜 替郭派大動作宣布 隔天將舉行記者櫃 呼籲黨中央徵召郭台銘 但記者櫃前一小時 卻臨時踩下車 挺郭派大動作 試圖立網狂然跟不滿 有人放話常會前 黨部陸權被挺郭派借走 郭台銘先生並沒有申請這個 陸權 中常委已經通過把權力 交給朱立主席 所以就是讓朱主席一錘定音 大家稍安勿躁 有一些過激的動作 或者態度的話 反而會傷了郭董 上校的人還在觀望 台校的一點都不讓 甚至民進黨也來湊熱鬧 憑國民黨初選 郭台銘布置跟侯友宜實質緊厚 還特地與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雙手交握合體同框 展現自個的團結實力 但這圖卻被民進黨立委 KUSO一模模一樣樣同比例還原 嘲諷握手姿勢態高難度 前例圖文作家更點出四大疑點 包括地磚方向錯亂 大小變化違反視覺比例 牆底踢腳板不在同一水平線上 以及郭台銘大腿一出一戲 質疑根本就是隔層加工 照片的合成 P圖的技術都非常的進步 那嘴難照片 其實大家看起來怪怪 包括地板的形狀 長得不太一樣 開玩笑 見面都是真的見面 然後也真的拜會 特意真的是太愛韓國瑜 只有他才有流量 郭伴則聲明握手與會面 都是事實 只因地上有雜物 所以稍作修圖 沒有造假問題 2024誰代表藍營出戰 答案即將揭曉 黨中央山羽一來 就怕揭牌後 迎來的不是大團結 而是對遊戲規則的大問號 TV新聞張家寶 人家會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